敢大胆殺警割喉 在台灣反正也不會死嗎 目前有38名死刑犯通通沒執行 其中3人射擊殺警也沒槍決 有人凶狠教唆殺兩警 官到70歲頭髮都白了 拖了11年還沒執行 謝紙搶銀行奪槍殺警 判死刑後13年不槍決 蕭欣財拿現彈槍刑刑事轟警 死刑判了17年也沒事 法務部為何不肯執行 38位都申請這個憲法審查 到底哪條法律規定不能執行死刑 真相被踢爆 曾經喊廢死的蔡總統 109年第二任期開始後 沒執行過半件死刑 原來在當年的7月份 愛將蔡欣祥領導的法務部 悄悄修改了執行死刑規則 當中故意增列 只要申請大法官釋憲 終結前不得執行死刑 但比較麻政府時代 過去根本沒這項規定 換言之法務部自己改規則 不准自己執行死刑 連修法都不必 等於實質廢除死刑 你不能自己用行政執行 去變更法律 去不執行法院的判決 如果申請了 然後被大法官決議不受理了 那你也應該去執行 蔡清祥本來就是 只在執行蔡英文的命令而已 藉由這種增加更多 法律上的限制 讓這一些被判處死刑的人 有更多的機會 能夠拖延時間 到最後還是要往實質廢死邁進 網友通批蔡英文曾說 廢死是普遍價值 難怪最高法院要維護 聖上尊嚴 藍軍跑紅連殺警察 被判死刑都不必死 蔡政府根本在欺騙百姓 英文當然是騙 我也沒廢死啊 所以你的票繼續投給我 所以擺明了 他就是雙面都在騙 在蔡政府執政之下 殺了警察不會死 就算判了死刑也不會死 大官光改個規則 就癱瘓法律 難道真以為 百姓永遠看不清 記者 綜合報導 海皇XO干貝醬 這款干貝醬呢 裡面真材實料 比方說 它有嚴選的大干貝 那麼另外呢 在這個裡面 你還可以吃得到 這一顆一顆的鮑魚 非常非常的新鮮 而且肥美 歡迎大家可以利用 我的CTI-798的代碼 來上網代購